诸众生无法误得佛的智慧 所以不能出离三界 就好像没有获得帮助 是不能逃脱火宅一样 因此 以巧妙的方法 说门外有三车 三车 洋车 路车 牛车 三车 即是三乘 是指生闻乘 圆觉乘 以及菩萨乘 在辟喻故事中 为了消除诸众生身心的苦恼 所以如来劝诱诸众生 虚设这三种车子 即是三乘法 原来如此 总而言之 都是为了诸众生都能出离货宅 解脱三界之苦啊 可是在辟喻故事中 身为屋主的父亲 给孩子的 是又快又好的大白牛车 的确不错 也就是说 不论声闻也好 圆觉也好 甚至菩萨 他们不过是 如来在世间 视线教化 救度众生的 一种方便法门而已 如来所宣说的 唯有一佛成 三成法 其实是一成妙法 已经直接明白地告诉大家 我法 无有二成 若二若三 为一佛成 就是说 人人皆当有成佛之分 说明了三车虚设 长者等赐一大白牛车 如来是平等 而没有差别的 真是伟大慈悲啊 仔细听着 凡是听闻这 妙法华经的人 最后都将成佛 这就是我的教义根本所在 凡是能够真正信解妙法的人 才能明了至高无上的 妙法莲华经的深意呀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位老张者 老张者教材 弯弯拥有的防止 防止面积随法 但只有一扇门 有一天突然之间 防止照顾了 老张者得知 大火惊恐万分 子女只生活在 该怎么救他们 大火已失处满烟 他们还沉迷兮兮兮 尽管老战着善言游道 他们仍然无动于衷 什么是活在 什么是危险 他们一点也不惊慌 什么是活在 什么是危险 他们一点也不恐惧 到站着吃大只女们 心中有说好 设计出山桥办法 原来游到他们 外面各种万物 出来的都有份 有洋车路车和牛车 都一载无外 一听说无外 有万物都正在跑出来 这个山桥办法 子女们都无恙 老张者最后决定吃给他们 更好的大白牛车 更好的大白牛车 子女们都很惊喜得到 原先不该舍弯的大白牛车 大白牛车再满个种包物 每个子女都如此一朗 到白牛车再满个种包物 每个子女都有一朗 大白牛车线 应该是会 今后一顿 大喜 最后一顿 一顿 西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收养了包括100名四只的狗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属不同互种,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狗儿便奋迷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渐渐恢复风硕亮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悉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治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蓝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身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身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身协会广妖宁 一同加入护身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身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身协会 现在已经是准备在《大戒》干 desen 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社区防疫组组长何启功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 为降低国内社区感染风险 请国人一起保持适当社交距离 以拱手代替握手 并遵守以下几点原则 一,请与他人保持室内1.5公尺,室外1公尺距离 正确戴上口罩后,则可免除社交距离限制 二,拥挤或密闭场所应全程戴口罩 如在电梯内或用餐时,均应避免交谈 用餐后若要交谈,也要记得戴上口罩 三,防疫期间请避免出席展览会、TV竞赛、演唱会等近距离接触的社交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原来快乐是很单纯 快乐就是很单纯去接触别人 当我出来社会上工作的时候,我差不多去泰国超过一两百趟 我每次都去泰国 那我去泰国有一种快乐是我一定会去的 因为我们去泰国就会坐船去一个叫水上市场 那边去玩,买东西 那桥上有一个老人 他戴个墨镜,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瞎子 但是他永远坐在桥上,只要听到船的声音过去 他就会一直跟大家沙瓦地卡你好 变成导游,都给我想,等一下看到了,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看他挥手的样子 后来才知道他是个瞎子 但是他制造的变成一个快乐的观光点 等我后来再去泰国,听说他死了 我们大家都很伤心 他没有人,没有再跟我们挥手了 但是我就有个题目 原来快乐是很单纯 快乐不是说我一定要做隔西 快乐不是说我要做有钱人 快乐不是说我要做看部 我才会快乐 快乐就是你很单纯的去接触别人 虽然他是一个瞎子 但是他会给很多公关客人快乐 我才会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 以菩提心观世间情